翠鱼還是Shigar? 哎呀!又有Q啊! 蛤?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大家看這個畫面 是不是以為我打算教大家做運動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我準備做運動 不過我打算趁未換衣服之前 不如趁這個時間回覆大家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在IG story 有個post 叫大家問我一些二選一的Q&A問題 那好啦! 那今天終於有時間可以拍這條影片 回覆大家的問題 本來我其實是看了大家的story的feedback之後 一些comment 那我又想 不如看看大家會問我什麼 然後我突然想 咦!不要啊! 還是不要看著 直接就把那些問題交給我的團隊 那他們就去直接問我 那我就想 啊!這樣好像比較真實 所以我就是完全沒有看大家問過我什麼問題 那現在就交給我的工作人員 他去第一時間反應 反應!反應!反應! 好啦!自己都不知道正確什麼 開始啦! 哈哈哈! 有一隻好像大笨象那麼大的鴨 還是 你跟一千隻好像鴨那麼小的大笨象 去打鬥? 哇!這麼複雜的? 這是不是觀眾問的問題? 這是不是我的網友問的問題? 這條很有創意啊! 什麼? 一隻大笨象那麼大的鴨去打鬥? 還是一千隻 什麼? 鴨那麼小的大笨象 鴨那麼小的大笨象 因為我應該一掃就OK了吧 哈哈! 好! 中餐還是西餐? 西餐 溫水還是養生茶? 嗯...養生茶? 下一題 生女還是生女? 生女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可愛一點 做運動還是看書? 哇!很難回答 一秒回答不到 做運動吧! 拍劇還是做全職媽媽? 拍劇 拍劇 那...拍劇 全職媽媽就簡直不可以有工作 那拍劇就可以... 除了拍劇之外 都可以養小朋友 日出還是日落? 日落 因為多數我日出的時候都沒睡醒 所以我多數看的都是日落 喜歡養貓還是養狗? 呃... 養貓 雖然其實我現在養一隻狗 就是我有一隻很可愛的寵物 但是很多時候那些風水師傅都叫我要養貓 夏天 這個一定不用選擇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拍動的人 那春天還是秋天? 夏天 春天 因為整天在我的印象中 雖然我知道香港的春天是很潮濕 很黏 但是永遠在我的印象中 春天就是百花盛放 很充滿希望的一個季節 想去未來還是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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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回去過去 因為未來你即將怎麼都會發生 你會遇見 你會慢慢回答你的未來 但是你過去 如果你不選擇回去的話 你永遠都不能回去 你喜歡掃眼還是化妝? 掃眼 其實平時除了我做事之外 多數我平時出街 有時約有朋友 很隨便 都沒有怎樣化妝 喜歡在沙灘上坐 還是去行山? 兩樣都喜歡 沙灘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讀書 以前小時候 都很喜歡去沙灘坐 有時跟沙灘 去沙灘跟朋友聊聊天 這樣 很放鬆 高空跳山還是長山? 兩個都不選 電視還是電影? 電影 為什麼? 永遠電影都好像很有電影感 很喜歡那種電影感 電影那種電影感好像很有feel 我喜歡那種感覺 那你拍的話 你喜歡拍電影還是 拍電視劇? 兩個都喜歡 兩個都不要 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寧願選擇茶 因為我不喝咖啡的 喜歡穿裙還是穿褲? 穿褲 這個一秒就能解答 不用選擇困難症 因為我其實 你看我現在也在穿褲 因為我自己是 好像穿褲的女生 因為我經常覺得穿裙很不方便 除非我要做事 我要工作的時候 要裝漂亮 我才會穿裙 平底鞋還是高跟鞋? 平底鞋 都是那句 如果 我不用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穿平底鞋 很少穿高跟鞋 手臉還是眼鏈? 耳環可以嗎? 哈哈哈哈 因為我其實沒有帶飾物 你看我平時 如果有留意我的人 都知道我 除了帶耳環之外 我很少戴頸鏈和手鏈 喜歡看恐怖電影還是愛情電影? 愛情電影 因為我從來都不喜歡看恐怖電影 會買名牌包包 還是普通牌子的包包? 普通牌子的包包 因為她是一個省妹 哈哈哈哈 喜歡粉紅色還是紅色? 粉紅色 雖然其實我喜歡綠色 哈哈哈哈 喜歡一個靜一點的地方 還是熱飽一點? 唉 靜一點 靜一點 後面不斷Q我 3 2 1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平時人士 生活都已經很煩 很吵雜 經常都會遇到很吵雜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都想讓一些靜 在一個靜不靜的地方 坐下 雪山還是海邊? 海邊 不用想的了 因為剛才也說了我太怕懂 喜歡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唉 唉 有Q 短頭髮 現在這個時刻 哈哈 因為方便洗頭 方便打理 嗯 新還是二手? 新 因為我很少用二手的 嗯 晚上你是白天 白天 白天 因為我喜歡太陽 所以我很喜歡 日休的日子 有太陽的日子 休的日子 休的日子 有太陽的時刻 中西式甜品 你是日式料理? 日式料理 因為我也喜歡寫一本 你會選擇 或是皺紋? 我嗎? 我自己嗎? 嘩 皺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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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皺紋 怎麼都會有歲月痕跡 避免不了 但督頭 尤其是女生督頭 很恐怖 除了男生介意督頭 其實女生都很介意督頭 所以 都是皺紋 榴槤和臭豆腐 榴槤和臭豆腐 我都ok的 哈哈 兩樣東西我都吃 嗯 題外話 不如在影片中唱首歌 蛤? 嘩 嘩 不如在影片中唱首歌 嘩 唱什麼? 右隻雀仔跌落水 跌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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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很多都問 脆魚還是Shiga 這個我有略略看過 因為我一看下去 起碼有兩三成都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決定不回答大家 決定不回答大家 家庭還是事業 家庭還是事業 又啊 喂 選不到啊 家庭和事業都要 編劇還是配樂 編劇還是配樂 編劇 因為我不太懂音樂 我很差 你說編劇 寫一些事情 想一些故事 應該會比音樂好 應該 現在的自己 還是以前的自己 現在的自己 還是以前的自己 現在的自己 當然是 我想我點點小小 都應該有少少的進步 比起以前 所以應該是現在的自己 耶 這個二選一Q&A問題 剛才已經賺了數了 不知道剛才的答案 有沒有一些是 驚喜到大家呢 有沒有一些是 我覺得是有驚喜的呢 不過在這裡 我首先要和大家說 就是我的訂閱人數 已經超過了7萬 所以我在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另外一個預告就是 如果我接下來的訂閱人數 會超過10萬的話 就會有一個 十年的驚喜送給你們 是不是很期待是什麼呢 那大家呢 就記得快點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有在身邊就會通知你 還有 我接下來 我都會籌備一下 我的神秘驚喜 好了 下次見 拜拜